台湾民中党民调已经降到6.1% 当主席柯文哲如何力挽狂澜 备受关注 我们绝对不会是小兰 也不会是小绿 党庆到高雄来举办 这算是跨过佐水溪的第一次 这也是代表我们深耕中南部的决心 日本学者小绿远欣幸公开建议 柯文哲在2026年参选台中市长 但柯文哲认为战略上应该选台南或高雄 除了今年民中党庆移逝到高雄举办 柯文哲也提前到高雄 连来三天跑行程 难道是真的有意出站岗都 像韩国瑜在参选2018的时候 调试到最巅峰状态里面 就打赢市长选举 柯文哲有办法在高雄 把自己的状态调到那种程度吗 他可能会想说借机来深耕中南部 可是如果要是你输得不好看 反而是伤害更大 名嘴深为民中党现在要跨越 佐水溪太过雄心壮志 而且2026这一仗也牵动着 2028的总统大选 我才不相信柯文哲会傻到 去选什么台中 他自己也很清楚 他绝对选不上 很多人在那边揣测说 他是不是要御驾亲征台南高雄 我跟你保证 他绝对不会做这件事 因为他要做这件事 就是有个前提 他根本已经不要放弃选总统 他一心心念念就是要选总统 究竟是2026瑜伽亲征县市首长 还是目标放远备战2028 柯文哲能不能带领白色力量 跨越浊水系的防线 柯主席的下一步各界高度关注 就像这名陈珍采访报导